我們就要帶您來關心 其實在昨天中午 這是新北市繫紙地區 有一名工人頂著大太陽 就在公園除草的時候 疑似是因為體力不堪負荷 突然陷入昏迷 整個人還摔到旁邊的水溝裡 很不幸在送醫搶救之後 就宣告不治 而另外在新北市板橋 有一處工地 同樣也有玻璃工人 疑似是因為熱衰竭 當場倒地死亡 下午一點多 一名老翁倒臥水溝旁邊 臉部朝下 情況相當緊急 警銷人員貨報立刻下水 使用單架把人給救上來 頂著大太陽 好幾名救護人員蹲在地上 替老翁急救CPR 因為他全身上下躲出擦傷 甚至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卻怕時間一點一滴流失 一大群人相當著急 有人負責打強心針 有人協助降溫 要把握黃金救援時刻 來焊死神拔河 這起事件發生在7月8號新北市汐止區 當時一名60歲老翁在公園除草 疑似體力不知 當場倒地昏迷向下跌落水溝 造成頭部外傷歐卡 經過醫院搶救一個半小時 人宣告不治 同樣是熱死人 發生在新北市板橋區的一處工地 救護車10萬火急趕到事發現場 發現一名工人躺在地上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這名工人當下正在15樓的櫻架 進行剝離試作工程 疑似因為高溫造成身體不適 送醫急救還是無力回天 警方初步研判是中暑熱衰竭導致死亡 近期戶外溫度頻頻創新記錄 民眾出門在外可要做好防曬和補充水分 避免發生意外 記者做報導